而且你们知道吗 居然还有一种化妆品叫做晚安粉 你知道什么叫晚安粉吗 就是晚上洗完澡 睡觉的时候涂的粉 那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还有化妆呢 就是怕吓到身边的男人啊 对不对 他还会问你 他不理解 他还会问你 你为什么睡觉还要化妆 这不是怕鬼压床的时候吓到鬼吗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化妆更厉害的是 骗术就是整容 但我觉得其实去整容的女人 真的都非常勇敢 就整容真的很疼 特别是那种微整 都不给你打麻药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 一个项目叫做现雕 哇 那个现雕做的时候啊 就是脸上插满了针 就那个样子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那个草传接见 你们看过吗 草传接见 而且你放眼望去 你们发现男人 只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刮骨疗毒 但对于女人来讲 只要能变美 哇 刮骨疗毒算什么 我可以整整刮三个疗程 而且你去问他 他会说 嗯 有点疼 但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我又办了个年卡 所以叫什么 女子本弱 整容则刚 而且啊 你会发现 现在的女性都非常的会保养 你看她们的样子 根本看不出她们有多大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是非常能够暴露年龄的 就是KTV 不管你保养的有多好 一进KTV 只要一点歌 立刻原形毕露 你看很多女生 长得像9095后一样 哇 一进KTV 一点歌都是什么 纳英 田镇 降阳捉马 哇 她一开口都是什么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她都不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人 把baby叫baby了 没有人会说 我最喜欢的明信者安着了baby 你明明最喜欢的就是田镇好吗 而且我觉得男人啊 特别不公平 我觉得男人天然就有邋遢的权利 但是你会发现女人 不管你干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评价你的外表 对吧 就像我们讲脱口秀的 男演员一上台 大家会说 哇 长得好丑 应该挺好笑 女演员一上台 哇 长得好丑 真的好丑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也不是我们想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社会 对女性的要求 实在太苛刻了 你看那些新闻 天天说什么 动灵女神 这个动灵 那个动灵 好像长的那个年纪 就应该长那个样似的 对吧 好像很正常一样 而且新闻还说什么 64岁刘晓庆 素颜像大妈 我就想不明白 64岁素颜 她不像奶奶 像大妈不应该开心吗 怎么就没有人说 64岁老汉素颜像大爷 而且你们看看动物界 动物界是不是都是 雄性动物 比雌性动物更好看一些 雄狮子高大威猛 雌狮子灰头土脸 因为你雄性动物 只有长得好看 它才能吸引 雌性动物的注意力 但你看我们人类 女性不得不每天 如此注重自己的外表 这是雌性生物地位的 巨大倒退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 可以好看也可以不好看 我觉得我们也有 邋遢的权利 只是不想让你看到 我就卸妆了 谢谢阿尔斯斯 最后太讲道理了 大家没听 谢谢阿尔斯斯 谢谢阿尔斯斯